去年夏天,一到中国有嘻哈成为爆款,让嘻哈人从地下走到地上,甚至搭有强势升空之势,但由于种种原因,连在这今年改名后中国新说唱,也直接拧然中人意。 不过,节目制作人吴亦凡的热度,倒是一直未曾衰减,像去年有你有freestyle吗?今年也有SDR的流行词汇,虽然吴亦凡在制作人位置上热度很高,但也有一些声音,指出吴亦凡的专业能力可以在自身实力太弱,因此,要成关系取代吴亦凡的声音,其实一直从去年到今年,都只增不紧。 不少网友都认为陈冠希才最适合当制作人,虽然不知道陈冠希本人如何看待,但早从去年开始,陈冠希就时不时在社交平台上的节目组和制作人吴亦凡的行为来看,显然他对这档节目有着太多的吐槽。 这不,今天陈冠希又杠上吴亦凡了,由于前几天陈冠希一次在社交平台上的吴亦凡,所以这两天一直有网友在讨论这个事情。 随后,一位网友在陈冠希晒出出《希拉夫劳伦秀》的活动现场照片下,评论说他不如吴亦凡,陈冠希直接用英文回对道,如果算上伪装和说谎,我确实不如吴亦凡。 随后,陈冠希才突然杀出于砍鞋的合影,并配完老朋友见面了。 同时,陈冠希点赞网友的言论,这是朋友吴亦凡,那国内吹吹牛批和Megospeak。 很熟,人家是因为你的钱好赚罢了,陈冠希的这发行为,也似乎在本次吴亦凡。 毕竟之前吴亦凡制作专辑的时候,确实有高调宣传过和国外知名rapper的合作。 总之呢,这事儿就是这么个流程,目前吴亦凡方面还没有回应。 不过,中国新说唱的导演车策,倒是,一直在为节目组阔吴亦凡发声。 早在之前他就多次回对过陈冠希曾热度,而今天同样如此。 下午,车策在微博上隔空回应陈冠希着,某些人心里有点X数好吗? 我们正眼看过你吗?自己找人包稿子,说,自己有可能上节目。 然后粉丝崩X一样,说我们村里热度。 大哥,村里早都通电了,你有啥热度啊?成些骂骂咧咧,这个不行来个不行的。 你行你自己做个节目啊。 不找你,不想找你,不会找你,永远不会找你。 车策导演的这般回应,也是很刚了,可以说是直接打脸陈冠希了。 而对于此事,网友们的看法也不一致。 有声音说,陈冠希朝台卖不动了,过来蹭热度想翻红。 还有声音指陈冠希就是论事,看不惯就直接Disfar了。 其实这件事吧,小编觉得最冤的还是吴亦凡了,好好上个节目也没招谁认谁,现在又在低调做歌。 怎么就被陈冠希给盯上了呢? 毕竟一次两次还好,这连续两年被平白无故的Disfar估计他整个人都不好了。 而且,吴亦凡与国外RAPPO制作歌曲,本来就是合作关系。 花钱难道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? 就算是陈冠希跟凯也很熟,如果让他帮忙制作歌曲的话,陈冠希不也一样要支付费用吗?